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20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东森新闻云报道 艺人小S一直帅大胆的主持风格暴空两岸 还常在社群网站分享知据心情 最近男生从胡歌恐流又换到池昌旭 没想到直来直往的发文 被网游酸P39岁的女人拜托 不要整天装萌装可爱了 有点深度好不好 他为此回敬一张臭脸照表示 不好意思 我人生也走到39岁了 我觉得我玩 全可以自在地做我自己 所以看我不顺眼的人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来烦我 小S连日来高喊我已爱上时昌旭 什么都不要跟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激起不少韩剧迷共鸣 他19日曬出自拍照告白 老公韩星都是过客 我永远爱你 没想到被来自杭州的网友酸粉装可爱 还被批评录节目开提磁器 最后还早仿佛了你这种眼里 只有人民币的台湾一流艺人 小S被骂39岁孩 装可爱 他这样反击网友 面对孙明发言 小S抱气枪回 我想发有什么内容是我家的事 你那么不爽我就要封锁你 Come on 我现在懒得听你告诉我人生该怎么做 发文不到一小时秒 西4.5万人按赞 大批粉丝浮出水面 力挺指求快乐人生 做自己 别离那些酸民 国际巨星S女神永远的18岁正心一如金字肥姐 曾穷困潦倒 却不找郑少秋 只因沈殿霞临终一言 相信很多人 都认识这个开心国外号肥肥的沈殿霞吧 多才多艺的她却因患肝癌造势了 而如今她的亲生女儿 郑心仪似乎像急了她 曾经减肥成功的郑心仪 现如今又反弹回去了 完全继承了母亲的细胞 1987年5月30日 郑心仪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其父母为中国香港多妻艺人 正小求于沈殿霞 由于其父母在其幼稚离异 郑心仪由母亲沈殿霞抚养 从小 郑心仪在加拿大温哥华成长及接受教育 直至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后又转到加拿大安大略省 京士顿的女王大学继续学业 沈殿霞在娱乐圈被人称为大姐大 主要是因为他人脉极广 在娱乐圈很有影响力 他用情专一 亮上郑少秋 至于沈殿霞和郑少秋的婚姻 网上流传很多说法 很多人认为是郑少秋 为了出名上尉而结婚 又有人说 郑少秋是被人用枪逼着和沈殿霞结婚的 众说风云 唯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不过沈殿霞对郑少秋的感情是有目共睹的 两人在1974年相恋后 很多朋友即使并不看好他们 因为从外表上看 两人就差距明显 怎么劝他都不行 他就是喜欢郑少秋 他那时在娱乐圈已经很有地位了 他就到处推荐他 最终动用人脉为他争取来了 书建恩仇录的男一号 郑少秋也因此走红 原本幸福的一家三 口 却以第三者观金华的介入 沈殿霞与郑少秋于1989年离婚 沈殿霞曾经对郑少秋说过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由建肥姐对秋冠的用情至深 郑少秋有如今的成就和地位 沈殿霞的贡献可谓是巨大的 只是天意弄人 狼才女不貌最终还是不能走在一起 2008年 肥婆沈殿霞逝世后 外界都以为 遗产已全部由女儿正心一家下 沈殿霞遗产协议报关后 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殿霞在临终前 遇正心一达成协议 找律师立下遗嘱 规定心一要35岁后 才可动用遗产 之前他每月只能从基金中 提取约2万元的生活费 沈殿霞的死 也把郑少秋给推到封口浪尖上了 顿时骂声一片 郑少秋也被贴上了父亲汉的标签 然而是非趋直真当难辨 沈殿霞曾问郑少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 今天借这个机会问问你 你只需要回答yes或no就行 究竟多年前 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郑少秋略加思索后认真的说 很爱你 此言一出 沈殿霞立刻泪流满面 郑少秋曾经接受采访说 我很早就跟他说过 有需要就找我 我可给他零用钱 女儿如果不靠爸爸 还可以靠谁 真是傻乎乎 又不懂照顾自己 郑欣怡曾经一度穷到户头 省约104元 但他却咬牙坚持不肯向父亲 正少求求助 因为他要谨记母亲民众一言 要他做个有用的人 要他工作 不可以拦 事实证明 郑欣怡做到了 他想及了母亲的性格乐观积极 如今自己的事业也有很好的发展 虽然沈殿霞留给郑欣怡一大笔财富 但是郑欣怡自私其力 跟父亲郑少秋 也早已冰释浅浅了 妇女俩还经常一起合作表演 一起出去游玩 如今郑欣怡虽身材走样爆肥 但只要做到心态好 乐观向上照样有着精彩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